这阵子你们也辛苦了 下去松散松散吧 姐姐这里有我召看 奴婢留下来服侍小姐吧 不妨是 难得来庄子上玩一回 倒不必守那么多规矩 琵琶欲言又止 和青梅等人退下的时候 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谢之芳 谢之珍走到屏风后面宽衣解带 不多时 里间隐隐传来水声 谢之芳坐在外头的巴仙椅上 姐姐 水温烫不烫 不烫 很舒服 谢之芳在外间喝酒吃果子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姐姐说着话 好随时确定她没有闪失 阿棠 阿棠 姐姐怎么了 谢之芳立刻站起身 走到莲子旁边问 可是有事 有 有蝎子 姐姐别动 我这就进去 别 你别进来 我 我没穿衣裳 那 那怎么办 姐姐你别乱动 万一那蝎子有毒 被它折到就不好了 那 那你帮我换琵琶他们过来吧 不成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想了想 脱掉自己的外袍 登登登冲进去 依着记忆摸索到汤犬所在的方位 先劈着 她的脸悄悄的红了 心跳加速 脑子发晕 也不知道是生了杂念 还是酒意上头 好了 蝎之方文言睁眼 背对着她跳到汤匙对面 出手如电 一刀切去那蝎子的熬刺 第二刀斩断头颅 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往后退了一步 不慎踩在湿滑的砖石上 脚下打滑 扑通一声跌入热水之中 就算了一声跌入了